台南市議會今日召開動漲房屋稅臨時會 市長黃宇哲於會中表示 房屋稅調整合法不合情 而市府會積極會印社會各界 對房屋標準單價調整的建議 但此說法讓許多議員相當不領情 當中國民黨籍市議員差異會強調 若市府今年能堅持調整房屋稅 將發動房山均群起抗議 所以如果市政府堅持要 今年房屋稅要求81%的時候 當然81%不包括回溯就不回溯 那我們黃山均又將再起 有簽談的市長賴清德14的新房屋稅率 規定南市值106年起分3年逐年挑戰 第一年漲54% 去年再挑高漲幅為65% 今年預計漲幅將達81% 並追溯自民國90年7月1日後的房屋 引發民怨 也被視為衝擊綠營選票的關鍵 武黨檸檬總召梁洋義指出 黃偉者當選前有承諾 房屋稅一定會動漲 因此希望今年漲幅不要漲至81% 房屋稅第一年漲幅 起源不起源是都市議中的款 反傳都市議中的款 百分之80年一定要動漲 反正要動漲到第一年54% 還是第二年的65% 所以今年80年都不能漲 漲到人民暫不掉 值得注意的是 議會民主黨團也認為 調降房屋稅是在必行 因此也主張降稅 但仍需要依法行政 政府依法行政 它有它自愛難行的地方 所以81%我看是得面對 本黨團才會有這樣的主張 就是說我們有 對於舊屋新屋的這個 漲幅的調降 有不同的主張 那也期待這樣的主張是符合民意的要求 其實黃市長跟私下跟黨團溝通 其實他也對於這樣的主張是表示贊同的 黃偉拙也坦言 房屋稅調漲合法但不合情 但由於房屋稅經過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決議並公告 目前市府能做的就是對未來要開征的房屋稅進行調降 我個人也覺得 調料太強 太快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未來 就這一次 7月1號開征到明年就為32號的房屋稅了 我們要有能力來調降 那調降多少我不能在那邊承諾 因為我如果在那邊承諾的話 那表示議會就白開的啦 你自己的意見可以講 我自己的意見呢 我是希望調降到60%以下 60%以下我就是全國房屋稅最低的 黃偉拙強調 他不能在委員會決議前做出不負責任的承諾 因此會在依法行徵的原則下 找出減輕人民負擔的方法 盼能落實動漲房屋稅的主張 記者渡沙談的採訪不到 記者渡沙談的採訪不到 然後 記者渡沙談的承諾 記者渡沙談的採訪